欢迎来到八卦娱乐圈 纵观当今的华语乐团 OST资源最多的歌手是谁呢 我相信大多数人 第一时间想到的歌手 应该就是周深 2022年才没开始多久 周深便已发布了数首OST 各位可以看看这张图片 这种资源是让人羡慕的 除了OST以外 周深今年还有一个好消息 成为了天资的声音音乐合伙人 和众多实力前辈歌手平起平坐 OST不断参加综艺和前辈歌手平起平坐 29岁的他为何如此优秀呢 竞争对手 先说OST领域的佼佼者吧 只考虑Walkart歌手 诸如张碧晨 预可为胡夏等歌手的OST资源 都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呢 诸多歌手有着大有局限 声音特质上呢 也并非完全不可替代 但周深不一样 周深的声音啊 几乎是没有办法模仿的 超高音区呢 仍然带有比较多的 凶声输出的能力 是以其他歌手没有的 另外呢 近几年新出的 新生带走Walkart路线的歌手呢 在Walkart方面的表现 只能用差劲来形容 基本没有形成任何的竞争力 给大众印象最多的 似乎也只有一位善一传了 所以啊 基于这种情况呢 周深更受青睐 个人实力 这一点呢 几乎不需要质疑 周深的唱功 便是其最大的优势 歌手当打之年播出的时候 高晓松就已经说了 周深 有人能代替你吗 大赵卫此前在节目里也说过 周深 你怎么还没活呀 高超的唱功 如今的爆红 其实来的已经晚很多了 像周深这样 本身实力就超群的歌手 几乎看不到有什么下降的空间 反而是一直处于 持续进步的状态 这样的歌手 自身拥有着较高的人气 众多影视剧 自然也就乐意邀请了 多变的嗓音 基本适配大多的OST 男嗓高音 又为歌曲加分太多 而且我愿意相信的是 这样的声音 喜欢的人 永远是多于讨厌的 综艺感 综艺感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情 很多歌手的演员 并不一定适合参加综艺节目 回顾众多综艺节目不难发现 很多原本口碑不错的明星 因为在综艺节目上的一些表现 反而拥有了更多的黑粉 这其实就是综艺感导致的 有的明星参加综艺是容易昭黑的 但是周深不一样 印象里周深参加的综艺节目 并不仅仅局限于音乐综艺 比如大家熟悉的青春环游记 这是一档真人秀综艺节目 周深在节目中的表现是非常好的 为自己吸引了相当多的粉丝 良好的综艺感 能够制造更多的节目效果 让一档综艺更好看 所以这也是为何 诸多音众都挺综艺的周深 一个有实力 人气又高 综艺感还好的歌手 怎么看似乎都是一个加分项 大家也可以说说 自己对周深的看法哦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K典优惠 C兰计猪 转发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K兰 转发的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K兰 转发的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